基本上就是这一段,就是PN25底线Json的这个SUB 那里面的话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程式码其实你们也可以直接用复制贴好了 将来如果你假设要拿这个范例去抓别的资料的话 大概也是差不多的原理原则 所以我先把那个程式码先拿过来好了 OK,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刚刚的这一段PN25底线Json 那大概解说一下,里面到底做哪些事情 我们也组航来跑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一样就是把那个PN25的资料本来是一个Json 就是类似像他提供给我们类似长PN25嘛,就这一个 你把它点开来他就长这样 当然将来如果说他只提供给你Json的话,那没办法 你就一定要硬着头皮把资料给解析出来 如果你想要把它很快的把它放到Excel的话 那其实不外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你要不能Json Convert 要不然就是 待会会讲那个 就是那个装生里面提到的那个第四种方法 那他是用htmlfile的方式啦 那这个方法 倒也是一种方 只是他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他有点像 必须要传递 就是在那个什么VPA里面写那个JavaScript的一些语言 所以变成说这有点像复合语言啦 难度其实当然也是会有啦 OK,我们待会再来看好了 那我们先看那个用 就是Json Convert的方式来做 那做的方式的话呢 首先我大概说一下这边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的话一样 这个应该聊 就是先把资料先把它清掉 所以清掉 然后再来的话 这底下这几 这三行实际上就是去 网路上把那个PM25的那个资料给抓下来 所以其实后面这个网址 Gate后面这边呢 这一段 这个字串的话基本上就是从 这个PM25这边直接把它 就是复制贴过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把这一段 复制贴到 这个网址的地方 然后呢他就去抓这个资料 所以Send的话一样是 传递 讯息跟Server讲说 我需要这个资料你丢给我吧 OK他知道之后他会利用一个叫Response 就丢资料给你点test 把那个资料当一个文字 推传给你 所以呢这边的话我前面是 加了一个 物件就是S 所以你会把S里面 执行一下 Send 然后S里面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东西 也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放的 就是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就全部都丢到S 但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全部 我需要的部分是 这个recourse后面 从中刮弧 一直到后中刮弧 的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假设要用那个 JazzConverter的话 那你接下来就需要 去切割 也就是你跟他讲说 我要知道 不过可能比较麻烦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recourse在哪里 然后recourse后面的中刮弧 在哪里 所以我后面 其实是写了一个寻找函数 所以你帮我找一下 在S里面用instry函数 找一下这个recourse 它在哪里 所以找回来它告诉我说 P的位置 就是在1332个字的位置 OK 那我再从这个位置往后找 因为中刮弧很多啦 OK所以上面可能还有中刮弧 那我就先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再跟他讲说那你在从 刚刚的这个位置 继续往后找那个中刮弧 所以他找到之后 P1 P1指的是中刮弧的位置 1342 然后再找后刮弧的位置 那也是一样从P1开始往后找 那你想说那为什么不从头找 因为上面可能也有这个后中刮弧 那如果你找到上面的可能不正确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 我从P1开始往后找 找到的那个中刮弧位置告诉我一下 OK 那我就知道说 它的位置在这个 15891个位置 那接下来呢我在利用MID的函数 把刚刚的这个S切割 从哪边切呢 从P1从前刮弧的位置开始切 切到哪里呢 切到后刮弧的位置 减前刮弧的位置 记得要加 因为前刮弧跟后刮弧 好像会少两个字元 所以把它加回来 所以切完之后的S2呢 实际上再丢给什么 丢给这个 JsonConvert里面有个函数 叫做PathJson 丢给他之后 他就会帮我把我需要的结果 丢回来一个物件给我 那我就去分别像前一个范例一样 解析他 但是解析的话 一样要跟他讲说 我的Key是什么 比如说我的Key是Site 有没有 那这边就有一个Item是Site 那也就是把这个复制贴啦 等于做苦工一样 把这个Key的名称放过来 那接下来他就分别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放进来到我的Excel了 所以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 应该是跟他讲说 中刮弧的开头跟中刮弧结尾在哪里 把它切出来的这个动作 那我取得之后的话 这个是他去跑这个程式的 然后我让他中断一下 所以这边停一下 让他跑一下 跑到这边 OK 那Jason他已经取得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在上面加栏位名称 所以这个A1 指的是A1 其实你也可以写RangeA1 写这样是比较简单 给一个名称 栏位名称先放过来 那接下来的话 从第2列开始 所以I等于2 然后分别把这个Jason里面物件 所有的Item 项目通通一个一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帮我把它放过来 OK 然后把它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我把它做一个 栏宽自动调整 那Complete 就下载完毕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好了 其实这一题 倒也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基本上的话呢 应该可以拆成 几个部分吧 这三行其实是抓资料 这五行是切资料 那底下这几个部分的话 就是把切到的资料 分别把它做输出而已 所以其实应该可以拆成 123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应该 这个是清除资料 清完资料 抓资料 再切资料 再把资料做 读取 输出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 再 停止共用一下